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几则重要的国际新闻 首先,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和外长侯赛因·阿布杜拉西洋 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不幸遇难 全球领导人纷纷表示哀悼 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多国领导人 都对这一事件表达了深切的悼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莱西为好朋友 并强调中医关系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韩日之间的紧张局势 韩国政界人士指责日本向韩国公司施压 要求其出售在社交应用程序LINE中的股份 这再次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韩国总统尹西岳面临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 因为他一直致力于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但反对派认为日本因为历史问题做出更多补偿 最后,美国参议院发现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 是美国进口的8000辆汽车中 使用了来自被禁止的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 这违反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宝马公司已表示将采取措施停止进口受影响的产品 并更换相关零部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世界领导人对伊朗莱西死亡的反应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星期一对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和外长侯赛因·阿布图拉西扬等人 死于直升机坠毁,表示哀悼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声明中说 在伊朗选择一位新总统之际 我们重申对伊朗人民 以及他们争取人权和根本自由的斗争的支持 这些伊朗官员是星期天搭乘直升机 从伊朗与阿塞拜疆的边境返回时坠毁的 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星期一说,他对兄弟和友好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及其人民遭受的沉重损失深感震惊 巴基斯坦宣布悼念一天 里巴嫩宣布悼念三天 多国政府向伊朗表示哀悼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 星期一在声明中说 联合国秘书长对死者家人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 表示真诚的哀悼 俄罗斯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称赞莱西 普京说,莱西是位杰出的政治家 他的一生致力于服务他的祖国 他作为俄罗斯一名真正的朋友 对两国木铃友好的发展做出宝贵的个人贡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莱西的死是悲剧的 表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表示与伊朗的团结 并说叙利亚与莱西共同努力 确保叙利亚和伊朗之间的战略关系始终蓬勃发展 埃及总统阿布杜勒·法塔赫·塞西表示 与遭受这一巨大损失的伊朗领导人和人民同在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莱西是一位宝贵的同事和兄弟 埃尔多安尊重在社媒上说 作为亲眼目睹他在职期间为伊朗人民 以及我们地区的和平而努力的一名同事 我怀着尊重和感激 缅怀莱西 印度总理莫迪说 他对事件感到震惊 表示印度在此悲伤时刻与伊朗站在一起 伊拉克总理西亚·苏达尼表示 极为哀伤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与斯佛·阿联酋在此艰难时刻与伊朗同在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说 他对莱西的死深感悲伤 称他为一名杰出人类 他的人民主权的捍卫者 以及我们国家无条件的朋友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 莱西证明对其人民的福祉 和他的国家尊严的深深承诺 代表基于伊斯兰原则的自豪和丰富的文明 北约发言人达克拉拉说 北约对伊朗人民表示哀悼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说 欧盟表示诚字哀悼 他说我们对家属寄予哀思 此文参考了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日韩关系因社媒应用程序LINE的争议而受到考验 美国之音中文网 韩国政界人士指责东京向一家韩国公司施加不当压力 要求其出售在LINE中的股份 脆弱的韩日关系再次陷入紧张 LINE是一款全能型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现已主导日本的数字生活 LINE最初是一款消息应用程序 但现在包含账单支付、视频共享等各种功能 由韩国科技巨头NAVER和日本软银集团的合资企业LY Corp运营 总部位于东京 在NAVER遭受网络攻击 导致包括LINE用户个人信息在内的大量数据泄露后 日本监管机构敦促LY减少对NAVER的依赖 尽管日本政府向LY提出的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分析人士表示 此类行政指导声明在日本商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NAVER也证实 他正在考虑所有可能性 包括出售其控制LY的公司股份 尽管日本官员表示 他们的行动是出于信息安全考虑 但韩国政界人士和评论人士认为 这些举动网轻了 说是对韩国公司的外国投资的干扰 网严重了说 则是对韩国数字主权的侵犯 这场争端加剧了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政治压力 他一直寻求与韩国前殖民统治者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但其所在的保守党 在上个月的立法选举中惨败 尹锡悦表示 需要与日本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以应对朝鲜等共同挑战 但韩国左翼反对派指责 他对日本的态度过于和解 称日本应采取进一步措施 为1910年至1945年 残酷占领朝鲜半岛做出补偿 强烈反弹 韩国著名政界人士纷纷利用LINE争议攻击尹锡悦 将此事视为他投向外交的又一个例子 并将这起事件与韩国与日本之间的痛苦历史联系在一起 韩国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党魁李在明 在脸书上发帖指出 发布监管指南的日本总务大臣 是一位帮助管理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前高级官员的后裔 前日本驻韩国统监掠夺我们的国家领土 而他的后代也在掠夺我们的网络领土 李在明说 直言不讳的前法务部长兼小反对党 祖国革新党主席曹国 上周访问了韩国和日本 都声称拥有主权的一组岛屿 此举是为了抗议他所谓的尹锡悦的软弱回应 曹国在一次激烈的讲话中 指责尹锡悦政府重日 称这位总统使得韩国再次成为日本殖民地 曹国对这些岛屿的访问 引发了日本和韩国官员之间的唇枪舌舰 这些岛屿在韩国被称为独岛 在日本被称为主岛 日本外务省提出正式抗议 称这次访问完全不可接受后 韩国外交部驳回了这一抗议 并批评东京对这些岛屿的不公正主张 韩国总统府誓言将对任何针对韩国企业的不公平措施 做出坚定而有利的回应 但对一些政治人物利用这一争端 煽动损害国家利益的反日情绪表示遗憾 日本驻首尔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三边会议 这场争端发生之时 正值韩国、日本和中国高级领导人 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会议 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此类三边峰会 韩日紧张局势对中国来说可能恰逢其时 中国此前批评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扩大合作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可能会利用这次会议离间韩国和日本 但首尔岩氏大学外交研究教授杰弗里·罗伯逊认为 中国也可能会得出结论 只需与日本和韩国重新建立对话 就能获益匪浅 这次会议不包括美国 我认为中国不必采取任何行动 来寻找日韩关系的裂痕 我认为这些裂缝已经存在 并且现在几乎充满了水 罗伯逊说 日本反应平淡 深天国际研究大学的日本政治专家 杰弗里·霍尔表示 在日本 Line Never的争端相对较少受到关注 假如不是政治人物访问主导、读导 许多新闻媒体可能不会给予太多关注 霍尔说 相比之下去年Line用户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泄露 在日本被视为大新闻 他在与美国之音的书面交流中补充道 尹熙悦誓言要继续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 但分析人士表示 反日力量不太可能很快消失 霍尔表示 如果反对派赢得下届总统选举 日本现在感受到的就是一点点前奏 美国之音记者李朱贤对本文有所贡献 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站主任 东亚地区事务记者 美参议院 宝马向美国进口了8000辆汽车 零部件来自被禁止的中国供应商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参议院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 至少向美国进口了8000辆mini Cooper汽车 这些汽车的电子元件 来自一家被禁止的中国供应商 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罗恩怀登的工作人员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宝马向美国进口了8000辆 包含一家中国供应商提供零部件的mini Cooper 这些零部件根据2021年的一项法律被禁止 而宝马公司至少在4月之前 继续进口带有违禁零件的产品 宝马集团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它已采取措施停止进口受影响的产品 该公司将采取服务行动来更换特定部件 并补充说 它在就业实践、人权和工作条件方面 有严格的标准和政策 我们所有的直接供应商都必须遵守这些标准和政策 美国国会于2021年通过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加强执法 以防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 据信由维吾尔少数民族成员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 中国否认了这些指控 汽车制造商的自我监管显然没有起到作用 怀登说 他并敦促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加强执法 并打击那些助长在中国可耻地使用强迫劳动的公司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该报告发现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汽车供应商博恩茲林斯 从四川金伟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采购了零部件 去年12月 这家中国公司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 这意味着其产品被认定为使用强迫劳动制造 博恩公司向宝马和捷报路虎的直接供应商里尔公司 提供了四川金伟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零部件 博恩公司在1月份通知里尔公司 被称为LAM变压器的电子元件 是由四川金伟达生产的 并被禁止用于美国进口的车辆 报告说 1月11日 里尔公司致函宝马捷报路虎沃尔沃和大众等公司 告知他们被禁止的组件 里尔公司证实 该公司迅速通知了客户 含有这些组件的产品 并与我们的供应商合作 迅速将这些组件的制造 重新外包给另一家次级供应商 该报告称 捷报路虎在12月之后 进口了带有四川金伟达生产的零部件的配件 并补充说 该汽车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 隔离了所有包含四川金伟达零部件的现有库存 以便销毁 捷报路虎表示 在得知这个问题后 他立即停止了两个受影响的售后服务零件的所有发货 该公司补充说 他认真对待人权和强迫劳动问题 并且有了一个积极的持续的人权保护和反奴隶制措施计划 该报告称 宝马似乎只是在委员会向里尔公司和里尔公司的代工生产客户 其中包括宝马 反复询问他们与四川金伟达的关系的详细问题之后 才停止了进口 里尔公司表示 他认真对待提出的问题 并分享了委员会打击强迫劳动的愿望 并指出 他与四川金伟达没有直接关系 今年2月 大众汽车证实 数千辆保时捷宾宾利和奥迪汽车在美国港口被扣留 原因是一家中国子公司违反了反强迫劳动法 参议院的报告称 大众汽车包含四川金伟达生产的电子零件 报告补充说 沃尔沃汽车为尚未投产的新汽车项目Lan变压器 并没有在其车辆中使用任何这些变压器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美法官下达初步禁止令 暂禁小镇 阻止中国国宣公司在当地新建电池厂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名法官下令密歇根州的一个社区 停止阻止国宣公司在一处农村地区 新建一家大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 总部在中国的制造商 国宣上周五5月17号得了法官发布的初步禁止令 国宣政变说 密歇根州米克斯塔郡的格林镇拒绝信守协议 这项协议是和该镇民选官员达成的 但这些官员后来被罢免 国宣公司说 虽然这些官员去年11月被选民罢免 但是协议既已达成就必须遵守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简贝克林说 国宣通过房地产收购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 以为该项目投资了超过2400万美元 他下令 在法庭仍在审理此案期间 格林镇必须遵守之前达成的开发协议 国宣公司计划在密歇根州大极流城 以北约60英里制造电动汽车电池部件 该项目价值巨性超过20亿美元 可能带来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 该项目得到了州政府官员的支持 包括民主党籍的州长格雷勤·惠特莫 已经有数百万美元的财务激励获得批准 然而 格林镇显然并没有感到振奋 去年秋天 该镇的督管书记员斯库和两位董事都被选下了台 他们都是共和党籍 一些批评者提到 该场与中国有联系 认为它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新的镇董事会以四票对三票表决撤销一项 将从大极流市向长指供水的协议 他们还以五票对两票表决 撤销对该项目的支持 真律师T·塞斯·科切斯在法庭文件中称 本案完全是关于一座城镇行使自己的宪法和立法权威 以控制自己的未来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发自密歇根州格林镇的报道 贝莱德公司吹哨人称 公司掩盖发现中国投资的搜索引擎 美国之音中文网贝莱德公司吹哨人前副总裁说 该资产管理公司在关闭一个能够监督客户讨论 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法投资的搜索引擎后 将它开除 因此起诉公司要求赔偿2000万美元 阿扎尔在星期六的申诉中说 贝莱德公司 贝莱德公司2022年3月命令它停止它开发的趋势观察者 将他的项目转到他的前老板帕金斯·穆恩的丈夫工作的Rightpoint 阿扎尔说 他坚持反对贝莱德公司在帕金斯·穆恩辞职前 讲给Rightpoint200万美元的项目 并在两个月后被开除 他认为这是非法自我交易 他还说 他的新老板李亚兹·哈奇姆 拒绝提升对趋势观察者能够跟踪的非法投资 以及其揭露是否符合贝莱德公司对投资人和监管人员的公开披露的关切 阿扎尔说 他在2021年3月开始研制趋势观察者这个黑客送项目 并得到贝莱德公司内部的广泛关注 贝莱德公司3月底管理的资产达到10.5万亿美元 贝莱德公司星期一没有立即评论 中院两党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 去年夏天开始了解贝莱德公司和指数提供商 明胜公司是否帮助对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 委员会4月发现 华尔街通过指数基金投资 对63家被美国政府列为支持中国军方或侵犯人权的公司 投资了65亿美元 贝莱德公司和明胜公司否认有错误 表示执行了美国法律 阿扎尔说他2020年2月加盟贝莱德 出任全球市场数据科学负责人 他在曼哈顿纽约州法庭的起诉 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的损失 并为违背州劳工法再赔偿1000万美元 帕金斯·穆恩和哈奇姆也是本案的被告 两人目前分就职于摩根大通和富达投资 两家公司都没有立即回复评论的要求 阿扎尔的律师也没有立即回应类似的要求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伊朗总统莱希之死将如何影响中国和伊朗关系 美国之音中文网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希和外交部长搭乘的直升机 星期日5月19日 在靠近伊朗和阿塞拜疆边境的山区地带坠毁 莱希和机上所有成员遇难 莱希就任以来 伊朗和中国的关系强劲发展 莱希的逝去会影响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吗? 中国表示痛失好朋友 在官方确认莱希去世后的几个小时内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伊朗致宴殿表达哀悼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习近平已经向伊朗第一副总统 伊朗临时总统穆朗德·莫赫贝尔 莫克·布德·弗里至宴殿 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就莱希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 表示深切哀悼 向莱希亲属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他还说习近平指出 他的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 也是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远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穆拉特·努尔特列乌 共同会见记者时也对伊朗总统和外长 罹难深表哀悼 他说我们愿继续向伊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莱希积极推进伊朗与中国的关系 与前任哈萨·鲁哈尼 鲁哈尼更注重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不同 莱希就任以来一直在积极推动与中国和其他东方邻国的关系 由于美国和西方对伊朗的制裁 再加上莱希向东看的政策 伊朗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 伊朗是中俄等五国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 也是中俄等四国最早发起的金砖国家成员 2023年2月 莱希曾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的友好合作 2023年3月 中国还帮助促成了伊朗和中东宿敌沙特阿拉伯 恢复外交关系 两国曾于2016年断绝关系 也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代理人战争 中国已连续十余年成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2024年第一季度 中伊贸易额超过40亿美元 2023年的贸易额超过146亿美元 中国还是伊朗受制裁石油的最大买家 中国公司也向伊朗提供安全和监视设备 今年4月 在伊朗首次从本土对以色列直接发动袭击之后 大多数国家在第一时间谴责了伊朗的袭击 中国并未谴责伊朗 3月中旬 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在阿拉伯海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与习近平一样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也在宴电称 莱西是位朋友 普京说 作为俄罗斯真正的朋友 他莱西为我们两国木林关系发展 做出了宝贵的个人贡献 并为两国关系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付出巨大努力 哈梅内伊才是决定伊朗对外政策的人 但分析人士认为 莱西的意外死亡 不太会影响中国和伊朗之间密切的政经联系 特拉维夫大学伊朗研究联盟中心主任 梅尔利特瓦克教诉美国之音 短期内 莱西总统的去世不会对伊朗的外交政策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伊朗的对外政策和战略 是由最高领袖决定的 伊朗的体系很复杂 有许多权力焦点相互竞争 利特瓦克说 但所有决定都会到达最高领袖 然后由最高领袖进行仲裁并决定将会发生什么 利特瓦尔所指的最高领袖是84岁的阿里哈梅内伊 他是自1989以来伊朗伊朗第二位最高领袖 在实施神权政治的伊朗 终身任职的最高领袖是该国的实际元首和军事统帅 地位和权力凌驾于直接选举产生的伊朗总统 根据利特瓦克的说法 莱西几乎盲目地忠于哈梅内伊 外界普遍认为 莱西正在被培养为哈梅内伊的继任者 莱西的去世 使得伊朗最高领袖职位的填补出现了一个重大真空 如果你将伊朗视为一家大公司 那么总统就好比首席执行官 哈梅内伊就如同做出重大决策的董事会主席 利特瓦克解释道 伊朗总统有影响经济政策的自由 鉴于伊朗经济的限制和经济失败的前景 对其管理不善、腐败和制裁的内部批评广泛存在 在过去的两年里 伊朗发生了国内反政府抗议活动 货币价值跌至创纪录的低点 莱西把经济搞得一团糟 在经济管理方面做得很糟糕 因此 他的去世 不会给伊朗经济带来更糟糕的消息 利特瓦克说 伊朗整个领导层希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随着莱西的去世 人们普遍猜测哈梅内伊的儿子 莫杰塔巴哈梅内伊 可能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 看起来他 莫杰塔巴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 利特瓦克解释道 在伊朗神业派神职人员体系中 人命一个人的儿子并不常见 而且他可能不会受欢迎 这可能会引发抗议 以色列伊朗观察家 Iran Israel Observer Ver 网编辑兼创始人 梅俄贾维丹法尔表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指控 大规模腐败和镇压人权 因此存在很多怨恨 随着这个国家的精英变得更加富有 穷人变得更加贫穷 人们对任何与哈梅内伊 和整个政权有联系的人 都怀有极大的仇恨 他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莫杰塔巴继任 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 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 已规避冲突占主导地位 但是利特瓦克断言 哈梅内伊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 他不会冒着破坏伊朗稳定的风险 提拔自己的儿子 去年 莫杰塔巴晋升为最高领袖阿雅图拉 他与伊朗革命卫队IRGC 及利特瓦克所说的 伊朗的造王者King Iran 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然而伊朗领导人 并不想破坏与中国等国家的关系 地区分析人士称 伊朗整个领导层 对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以及中医战略合作和联盟 抱有兴趣、渴望、甚至焦虑 如果两国对于中医关系的走向仍有犹豫之处 这种犹豫来自中国一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